这部电影非常的感人 具有十足的催泪效果 当你的生活遇到低谷时 现在这部电影会是你的心灵鸡汤 女主小莎是一个十足的坏学生 与班上其他三个志同道合的女同学 被号称为四大天王 上课睡觉 旷课 嗨酒吧 抽烟等等什么的 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小莎认为 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 其他诸如人生理想什么的 都不重要 反正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这辈子就是个渣子 认为自己的余生也就这样了 直到有一天 班主任老师在上课时 搜出了小莎藏在包里的香烟 老师把小莎带到校长办公室 告诉小莎 如果你能供出其他抽烟的同学 那么对你将从轻处罚 但是小莎宁死也不屈 觉得出来混就是要讲义气的 于是校长气不过 对小莎进行人格的侮辱 说她就是人类世界的渣子 要对小莎勒令退学 在小莎的妈妈百般恳求下 校长还是心软了 最终对小莎是以休学的处分 校方认为她有那个能力继续学的时候 才能回到学校学习 小莎就这样背着包包回家了 小莎的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 这样子自甘堵落 心里也不是滋味 妈妈告诉小莎 如果不能上女子高中对口大学 那我们就自己学习 考上别的大学吧 于是 小莎的妈妈给了她一张小广告 是一个类似于补习班的学生培训机构 这一天小莎披着日式黄毛大波浪 穿着露漆装 还有超短裤 来到了那个培训机构 当老师看到小莎的第一眼 眼珠都要掉出来了 差点流口水 不过老师说的第一句话 让我万万想不到 小小的调侃之后 老师要对小莎进行一个测试 测试很快 不到一分钟就做完 因为小莎一道题也不会 紧接着老师询问小莎一系列常识 不过老师却发现 虽然小莎今年已经是高二了 但是智力水平只有小学四年级 老师不但没有贬低她 反倒对她说 这可真是无知界的女王啊 不过你的想法却是天才级别的 小莎被老师逗得开心的不得了 然后老师让小莎写一个志愿 也就是以后想考哪所大学 小莎对这些学校一点也不懂 只知道英庆大学帅哥很多 殊不知英庆大学 却是相当于中国清华北大级别的学校 果然女孩都是一个样子 听不懂甜言蜜语 在老师的鼓励下 小莎开始从小学和初中的英语学起 刚开始自然是痛苦得很 于是老师跟她做一个游戏 那就是背不住单词就脱脱脱 不要想歪了呀 老师只是要求脱掉猪如假眼睫毛 脸上的妆什么的 为了不让自己变得和老师一样土 小莎就更努力地学习英语了 老师和小莎还下赌注 如果小莎能两个月完成初中英语 那么就拿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给小莎看 接下来的日子 不管是在和朋友聚会 还是在骑自行车 还是回家中 无时无刻小莎不再背单词 两个月后 小莎真的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英语学习 而且测试结果还真的不错 小莎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家庭 爸爸宫藤也是一个十分重男轻女的人 他认为一家人将来的希望 只有寄托在打棒球的二儿子身上 毕心想把儿子培养成职业棒球手 所以对其他两个女儿都是不闻不问的 儿子都是爸爸养 而两个女儿却是小莎的母亲靠晚上在工厂打工养 当小莎的妈妈第一次见到女儿这么用心读书时 告诉爸爸宫藤 请求给咱们的女儿多一点关心 宫藤却说她有什么好关心的 反正都是垃圾一个 这辈子也就这样吧 这就是个失败的家庭 咱们的家只能指望儿子当职业棒球运动员 小莎听到这话可就不爽了 发誓要证明给爸爸看 于是小莎就更加努力学习 每天学习超过16个小时 其他时间三个小时 只留五个小时给自己睡觉 还把自己的黄毛波浪剪了 留了短发 后来小莎休学期满了 回到了学校 班主任老师听说了小莎的事情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羞辱小莎说道 你这个人类的渣子 别说殷庆了 就算你考上别的任何普通大学 我就脱掉裤子在学校裸奔 如果你没考上 那么你就全校裸奔 这个赌 你敢吓住吗 小莎想 敢这么欺负老娘我 老娘就跟你赌 班主任老师虽然嘴巴狠毒 但做起事来也狠毒 居然去找到补习老师 告诉补习老师 不要误导自己的学生 最好让他以后 上女子高中对口大学 还说像你们这样 为了前儿偏差等生来补习的老师 我见多了 不过补习老师却认为 从来没有什么差等生 说不会放弃自己的学生 这一切都被坐在旁边 捉的小沙亭的一清二楚 回到家中 正好遇到爸爸和弟弟在吵架 原因是因为一个星期 没有参加棒球训练 爸爸训斥弟弟赶紧向教练道歉 却被弟弟一把推倒在墙角说 自己不行的 会放弃的 大家都太强了 这时候作为姐姐的小沙 还是鼓励了一下 说都坚持到现在了 千万别放弃 你看我 小学智力水平却坚持考英庆 弟弟一下子更不爽了 说姐姐你是不是真傻 以为你真的能上英庆大学吗 这一句话对小沙来说 如同晴天霹雳 开始怀疑自己真的能不能行 因为都高三了 大家都在为高考准备 而自己还在读初中的 日本历史和英语 过了几天 第一次全国模拟高考成绩下来了 看到成绩的小沙 真的扛不住了 真的好想放弃 补习老师说 如果你真的想放弃 那就抽空去英庆大学看一看吧 但是小沙觉得看了有毛用 只会让自己更伤心 更羞耻 这一次补习老师 对小沙的不耐烦也发火了 小沙彻底崩溃了 一个人独自走在 下着大雨的街道 人在脆弱时 唯一会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妈妈 百般安慰 告诉小沙 你只要努力就好 考不上英庆就考别的吧 结果不管怎么样 都不要说自己是笨蛋 如果你自己都承认 自己是笨蛋了 那你就真的是笨蛋了 于是小沙说 妈 明天带我去英庆大学 看一下好吗 于是母子二人 就坐火车来到了东京都 参观了日本九富盛名的 英庆大学 一进学校 就被这里的环境惊呆了 学生们自信的笑容 先进班的教学环境 师生之间的和谐共处 大小沙无不对这一切感到向往 当妈妈要小沙留下一张合影时 小沙坚定地说道 我要等考上的时候 再来合影 回到家后 小沙开启疯狂读书模式 她相信 自己的一切只有自己才能改变 只有努力做有意义的事情 才能不辜负自己的青春 最后一次全国模拟高考成绩下来了 这次小沙的偏差值 达到了惊人的60分 偏差值是日本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核 最低25分 最高75分 而考上英庆大学的可能性 也被评估为50% 小沙喜出望外 带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到家中 却看见爸爸和弟弟 又因为棒球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这时候弟弟是真的认真了 爸爸也绝望了 把弟弟所有有关棒球的东西都烧了 这时候小沙走到爸爸和弟弟面前 说不要放弃 就算不喜欢棒球 那也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并把它坚持下去 说完把自己的成绩单给爸爸和弟弟看 他们看完之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爸爸瞬间仿佛也明白了什么 露出了惭愧的表情 高考不久就会来临 小沙全力备战高考 补习老师告诉小沙 你的英语的确很强 但是日本历史是真的弱 所以必须全力复习日本历史 小沙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补习班 所以送给了老师自己早已写好的信 而老师则送了小沙一罐喝个咖啡 小沙高兴地说 会在考试当天喝的 看到这个小心我只想说 高考只考两科 要不要这么爽 时间过得很快 高考这一天终于来了 不过早上起来 下着暴雪 地上全是积雪 这时候爸爸出来说 走吧 小沙 我送你 在车上 爸爸告诉小沙 一直以来自己很对不起你们母子 下车时 小沙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看见爸爸为自己加油打气 考试开始前几分钟 小沙喝掉了老师送的合格咖啡 而田老师则是去了寺庙 为小沙烧香拜佛 没想到小沙因为喝了老师的咖啡 闹起了肚子 第一天考试 非常糟糕 让本来就没多大希望的小沙感到失落 不过幸好晚上的时候 听了老妈的鼓励 这才没有影响第二天的考试 考完后 小沙终于轻松了 跟普通孩子一样各种happy 成绩公布在网上的那一天 小沙笑也笑不出来 哭也哭不出 当时所有人都在等小沙消息的时候 小沙跑到田老师的补习班 含着泪对老师说道 我考上了 这时候 所有人一阵欢呼 原来小沙因为英语的失误 没能考上英庆大学的文学部 反而考上了历史部 但不管怎么样 春天来的时候 小沙就是英庆大学的学生了 爸爸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三观 背起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背的女儿 想想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流下了眼泪 高中班主任也因为自己吓得赌注 在操场上裸奔 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春天来了 小沙坐着火车去东京 到这里 整部电影就结束了 人生路漫漫 不管以后遇到什么不顺 都要尝试不断挑战 毕竟爱拼才会赢 对自己够狠的人才是强者 关注摩石电影 观看更多精彩解说 请不吝点赞 ق bre압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第二个月